民众党党团提议 报告院会 12月5日协商结论 新国会开议 立法院长韩国瑜就定位 但不太熟悉流程念得很卡 秘书党周万来不断指导 而实案报告19号协商破局 黄国昌再借院会提案 透过明天加开院会的方式 来处理大家所关心的实案问题 21号加开院会看似无望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则是第一案 23号重新召开朝野协商 不过开议重头戏总质询 陈建仁上台前却历经波折 我肯定陈旗来政府 他他实案的努力 蓝营举牌杯格要求 护食安健康 韩院长只好宣布休息10分钟 不过新科立委徐巧新 黄杰一度为抢麦克风护杠 王宏威也出声 颜看蓝营潮成一团 绿营则举来上功的手板 双方护杠 民众党团通通静音 紧接着休息时间结束 韩院长主持 栏尔尾们得给面子 陈建仁这才成功上台 新国会第一天形同宣告 政坛的新战场就在立员 三雄林凯君 温明轩 NC小组 退报 好国民党现在真的变成小白了吗 大家很纳闷 到底国民党是什么样的神操作呢 你到底要不要行政员长 陈建仁上台报告呢 我们请教一下益川哥 今天早上呢 这个国民党 蓝营党团 这个态度非常非常奇怪 因为呢一大早呢 是凌晨先突袭 先递案嘛 吴宗献呢 今天早上六点先到议场排队 七点抢递案优先权 然后呢 要求陈建仁要在施政报告之前 进行实案报告 然后突然突然呢 九点钟又策案了 说傅昆琦呢 突然只是蓝营党团要策案 改为支持民众党的版本 说礼拜三呢 明天要加开院会 要让陈建仁做报告 到底国民党现在在闭上的忙 这就是要把韓国瑜撂起 撂起 韓国瑜张主持 朝野协商 国民党跟民进党都签 签的结论是什么 签的结论就是 今天会在做实案报告 拜五做实证报告 对 张傅昆琦也签嘛 郭总长也签 大家都签了 就怕黄国磚不要签嘛 昨天两党达成的协议是这样嘛 今天早上 国民党在送进去的 在送进去的案子 是一模一样的啊 你为什么要拼第一个签一期 问题是你第一个签一期 民众党第二个 黄国磚已经送第二个 都七点三十期 好 三十期之后 为什么国民党又撤 又跑到民众党 就是我来说 我如果是韓国的就对了 我看你说你 你整个签是在帮我承受的 你们国民党的 早上你们都有签说 今天让实案报告明天在总咨询嘛 拜五总咨询嘛 你今天又卢子丢进来 卢子丢进来是重复的 这就不用看 你现在为什么要跑来支持民众党 明天礼拜三要加开 加开一天做什么 实案报告或实证 不是昨天傅昆协大骂说你来乱呢 大骂黄国昌 今天在干嘛呢 对然后呢 就会乱 很差别的就是说因为昨天林施民 林施民 林施民是说就是恶务了 不要再多礼拜 对对对 所以今天去送一期 那里面没有林施民 国民党现在是搞内 那里面没有林施民 国民党现在要听谁的 就是很怪啦 很怪 然后呢就是开始 韩国瑜处理ή市日程 处理链链链链链链链 链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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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 与那里开始忘记了嘛 开始忘记时 就有人 就有人把自己 找麦克风进去嘛 把台北市卫外 自己带麦克风 prepared 那裡玩 一会儿 把到哪里台太 maj reconcile 传终 equipped disple 他就酷了 一般五分钟嘛 我说之后 去看二楼龙丞事 因为它在直播嘛 他們都對攝影機一直在喊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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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換你 但不急的說 換我 快點換我換我 我時間不夠 旁邊走你就要 快點快換我老闆 然後到最後就用一個板子這樣 大家就這樣 撒來撒去 好像小朋友 就是演藝場戲要打臉韓國瑜 那只是讓來英立委有機會上台 然後來嗆這個陳建仁而已嗎 因為他們有說要揮杯葛 揮杯葛 我不曉得揮杯的 杯葛的大跟小事什麼意思 揮杯是林志偉叫揮杯 那是揮杯葛 還是說杯葛 他就是揮杯葛 揮一下牌子 揮一下 你幹嘛弄我 我沒有弄你 是你先弄我 你先碰到我 那兩個剛才揮來揮去 一場鬧劇 沒四十分鐘 沒四十分鐘 之後 韓國會回來了 韓國會回來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 陳院長進行施政方針 跟施政報告 整個人都坐好了 還有四十分鐘在揮什麼 我要食安 我要食安 另外就說照顧來照顧來 然後就全部 涵涵 就是大家能量正常釋放 釋放完 直播大家通通做完 下課 然後換成那個 韓國瑜講的時候 沒有人有意見 不然你們整個人都在那裡 N四十分鐘 這個N多一齣 然後就開始 陳建仁就上去報告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質詢 一開始質詢 都沒有照料 因為那質詢很無聊 立委做過 知道說 晚上你在問你一個 哪裡 所以沒有曝光程度 就大家都乖乖坐下來 對啊 前面可以 刷一下存在 重點是為什麼 可以自己拿麥克風 依然要拿 百幾幾台都拿 照規定不行 照規定不行 用藏的 用藏的 裝卸手槍你知道嗎 都從分解去到那裡 立法院整理 我今天早上一看 我就說 這新選出來 國會怎麼聽到都沒有進步 而且五十幾個新同學 今天那一年都新同學 那資深都站到旁邊看 你看賴斯堡站到旁邊看 沒在盪 其他的新同學 大家都在 衝賣空 照顧流 剛在演來演去 程度真的很差 我覺得大家要長進一點 不要演這種鬧劇 這二十幾年前立法院也是這樣 把那一大拆來拆去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所有的劇碼 就是要給韓國瑜人看 韓國瑜你要加油 建立中華民國立法院院長的威信 怎麼可以在你的面前搭演這個 然後拖延了你四十分鐘 你晚四十分鐘下班 你本來可能有跟人約好 現在要在內這很麻煩 以後國民黨要注意 你們議長後面可能有有人要說 萬告發生杯 今天立法院看起來各個都細精 還有網友說 還好還有許曉信 他真的有衝出來 我們請教阿苗 最後這個衝出來是大家怎麼樣 要比舞台是不是 誰有舞台誰大嗎 是 今天來看這個現場的畫面 這個搶劲的各個焦點 他要看到這個 我看到這個照片的時候 第一時間覺得 應該來一個設計對白 那旁邊這個巧欣可以設計一個對白說 我是許曉信 這是我的麥克風 這是我的麥克風 有事我們回去再講 對對對 不然我們回去講嘛 回去再講嘛 這個其實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場面 我覺得很可惜啦 因為國民黨這一次很多都是新科的嘛 那新科當然要求表現 最好第一天就有版面 但是這個版面 我覺得真的是有點出洋相 為什麼我說出洋相呢 因為連黃偉漢都講 藍營已經先輸一半 為什麼呢 來 這邊給大家看喔 立法院他有一個內規 叫立法院議場安全維護及管理要點 這個內規呢 是國民黨立院多數時期頒布的 是藍營自己訂的內規 裡面講得非常清楚喔 會議時委員不得攜帶麥克風 白紙黑字啦 白紙黑字 小學生都看得懂嘛 只要白紙四字 他有帶了一個超大的麥克風箱耶 對 而且呢裡面你還發現說啊 剛剛我們也看到啦 這個王宏偉也講說 哇 黃潔竟然要來搶我們麥克風 各位啊 你帶微淨品 這等於你 你帶微淨品 小時候帶微淨品去上課 啊同學看到說 你這不是啦 快收起來 快收起來 我問老師要看得到 這位說 喔 你要來搶我的漫畫 哈哈哈哈 基本上呢 黃潔他靠近 並不是為了要搶麥克風來唱歌啊 不是這樣 因為高嘉瑜現在已經沒在那裡了 今天是要制止你這個違規行為 為什麼你說帶麥克風是違規 很簡單啊 113個立委 好 一人帶一支進去 敢不看著 而且有時候麥克風 他也不是單支了對不對 他還可以載一個音箱 113支在裡面 他們有拖音箱進去 國民黨都會拖音箱進去 有啊 他們今天拖音箱進去 都是拖音箱進去 都是拖音箱進去的 113支在裡面這樣吵鬧的話 我們國會還算什麼 而且你看喔 假設今天你夾帶私貨 麥克風OK 好啊 下次 113支麥克風進去了 有人帶棍棒 有人在那噴漆 有人炸雞蛋 有人潑汽油 還有人亮刀 這個看一下嗎 這個我們的國會變成這樣 可以嗎 當然不行嘛 所以為了避免破窗效應 你這個麥克風的事情 一定要講清楚 但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什麼 可惜的是 院長好像沒有經驗 因為一般來講 你說議場裡面 各黨各派要杯葛 我覺得 從我們一般國會議事的經驗 大多是尊重 就讓你表演嘛 看你表演得什麼時尊嘛 但是這個表演要在 議場的安全規範之內 對不對 假設今天我講說 有人進去 拿一把彈簧刀出來 議長要不要制止 這個要制止吧 所以同樣你這個 看起來韓國瑜沒有制止 因為我記得過去有院長 那個時候會喊說休息嘛 那那個時候不是有直播嗎 就會中斷嘛 可是今天都沒有耶 今天就大家都在這邊演耶 我這一定說好 因為要有舞台 所以他們藍營一定有跟韓院長說 拜託院長給我們一個舞台 我們眼下是不是 可是問題是說 這樣子韓國瑜未來會越來越難做 因為如果今天藍營這樣子OK 那明天你沒有理由 支持民進黨團 民進黨它其實在意識抗爭 它是意識抗爭起家的耶 如果這些藍營的新科立委還記得的話 民進黨要弄意識抗爭的時候 是絕對不會輸你藍營的 假設今天你說我這樣杯葛的時候 我用上違規的手法我也要杯葛 那未來大家進入全武行 不見得是藍營可以得利嘛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黃偉營會先說違規先輸一半 因為韓國瑜我覺得他是沒有經驗 因為你剛剛看到我們的畫面裡面 他連這個念單子會拿錯章 那旁邊周外來不是說你要念這個 因為一般來說其實確實祕書長 在我們議會也是一樣 祕書長都會遞單子給議長說 你現在要進行什麼樣的程序 給議長做參考 那一般來講有經驗的 他不會說有很多張所以我搞不清楚 他一定知道 所以我也建議周外來 下次你下面要標個頁碼 按照順序 按照順序 這樣韓院長不會搞錯 他不要沒有經驗 所以休息的時候 他還讓大家就是繼續表演 看到有人違規的時候 他也不加以制止 那今天如果出現這樣狀況 明天藍保不會出現更嚴重違規的狀況 那你要放任藍營的立委 違規到什麼程度 違規到什麼程度 會不會有一天藍營的立委 一荒而上之後還要打行政院長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國會的尊嚴 蕩然無存 所以我覺得基於一個公正的評論的角度 我是建議韓國會院長你要管秩序 因為立法院長 你以為敲敲錘子是沒事的 你要去維持一個立法院內的平衡 不是說不能杯葛 可以杯葛 民進黨做少數黨的 這個國民黨職執事也有杯葛 可是你的杯葛 要在立院的遊戲規則裡面杯葛 你不能放任這些新科 為了要直播鏡頭 為了觀看人數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斗內 但是你放任他這個做了無限度的表演的時候 對於你未來要主持大局 其實是非常扣分 非常不利的 包括你的政黨協商對不對 明明已經協商好了 結論結果黃國昌讓你翻車 昨天算是韓國瑜翻車 那今天傅崑崎也跟上要你翻車 如果我是韓國瑜的話 我相信應該要跟國民黨很溝通 說要給你表演你也表演了 但是你好歹要尊重 我是你們推選出來的院長 今天還在講說什麼 星期三要加開實安專報 我不知道現在有政黨協商嗎 如果現在沒有政黨協商 你星期三怎麼來得起 你黨才溝通 這些違規的東西對不對 未來不要再出現 你用52加2個人 你用自然的聲音 嗓門也比別人大吧 對不對 不要在那偷懶夾帶失誤 未來這個立法院 大家夾槍帶棍 立刻變全武行的時候 丟臉的是韓國瑜